探古沉悠 五陽性 宋先生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你可惜什麼? 我很可惜攝影機為什麼發明得這麼遲 以至到廣州的舊面貌 都不可以用相片好好地保存下來 這樣真的未免是有些可惜 就難怪你在這裡喊聲嘆氣 不過這樣雖然廣州當年的風貌 不能藉著相片保存下來 但是幸好有一批外銷的油畫 稍微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陷 那繪畫這些外銷油畫的又是什麼人呢? 當年繪畫這些外銷油畫的 都是中國的畫師 他們大多數都是善意 用油彩來繪畫素描寫生的畫師 話說在清朝的時候 有很多外國人住在廣州 他們對於傳統的廣州 真是充滿好奇 充滿好感 認為是有很濃厚的二國風情 有些住在十三行的商人 他們就看中了這一點 他們就請了一批中國的畫師 要他們專門繪畫當年廣州的風貌 以及各式各樣的風土人情 全靠這一批外銷油畫 然後我們才知道 原來當年廣州的風光是這樣的 原來廣州市民當年的 衣食住行的情況也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批油畫叫做外銷油畫 原來絕大部分都是售賣給外國人 或者是運到外國來售賣的 那是相當之有市場的 那會說這些外銷油畫的人 是否獨自埋頭虎幹呢 那又不是 從那些圍流下來的圖畫看上來 當年這一批外銷油畫畫家 他們集中在一間大畫室裡頭 是工作 你有你畫 我有我畫 真的好像是一間畫畫的工廠裡頭 工作那樣的 所以說是一種河黑板式的繪畫 所以他們的藝術創作價值不高 就不像這位老師那樣 他每一筆每一畫都是自己的心血創作 比起上來是有天淵之別的 嗯 那他們繪畫的題材大致分哪幾類呢 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就是描寫 是這個豪梅巨澤 他們日常的生活情況 以及這些豪梅巨澤裡頭的佈置 那第二類又怎樣呢 第二類就是專門繪畫的 廣州當年廣州各行各業 他們的工作情況到底是怎樣呢 從這些繪畫裡頭 都可以看得一清熱楚的了 那第三類又是怎樣的呢 第三類自不然呢 就是專門描寫 廣州市當年的風光到底是怎樣的了 廣州市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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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的面貌 它只要是長時間沒有長時間 kon